2021年5月11日,卯素星人,聚集光并充满内在空间,传导Mary Ann Rodda。 圣光弥漫在你们现在所处的空间,仿佛你们已经离开了你们所熟悉的世界,开始了异常宇宙的朝圣之旅,在正常时间之外的一瞬间,你们站在完美的平静中,让一切顺其自然吧。 因为你们对吸引你们前进的转变从未有过承诺,当你们步入真实自我的维度时,高强的规模已经缩小,除了之前所有衡量你们成长的标准之外,你们真正之所示的巨大意义终于在你们的脑海中显现出来了,把你们的感觉延伸到这个新兴的自我,在和平中完全平静地面对你们所发现的东西。 一切都为你们准备好了,跟随出现的过程,并且活着,在呼气和吸气之间保持平衡,见证你们自己是一个粒子,在体验存在的时间空间中膨胀。 最近到达了一个支点,标志住你们个人对意义的探索的一个新的开始,现在面对旅程的第一站,你们已经达到了平衡,你们要怎么做到呢? 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不要把任何明显的不真实性看得太重。 记住当你们停留在零点之内时,你们的力量已经达到了顶点。 当现实来到你们的家门口时,练习你们所知道的会是聚变的一部分是很好的,细节隐藏了,因为他们知道揭示前,你们有着很多要准备什么,以及如何充分利用你们的力量的提示。 那些对你们耳语鼓励和启迪的人很高兴看到你们接受了他们的话和推动,剩下的对你们有好处,它非但没有削弱你们的力量,反而让你们洞察到自己内心的沉住。 在呼出和呼入之间,你们见证自己是一个粒子,在体验存在的时间空间中膨胀。 每一次有意识的呼吸,都会推动你们的自我意识向前,优雅地放弃你们在过去的位置。 在这个动静完美的空间里,当你们放弃曾经的自己时,你们没有失去任何自我,是时候让你们回应召唤你们进入存在的事物了。 新的生命在你们体内升起,被生命的宇宙中心的琥珀色玫瑰温暖照亮。 这个从你们身体里说话的证人是谁呢? 把你们自己交给他,因为正是你们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在突破了生命为你们所建立的堡垒之后,进入自我认识的空间。 过去长旧的纪念碑溶解在炽热的天空下,因为异异的元素包去了所有象征性的装饰,这些装饰赋予了墙壁任何超越你们自身存在的力量。 当严酷的现实渐渐变得微不足道时,把你们的感官完全向内,挖掘你们内在力量的巨大。 那自时间之初就属于你们的力量,那在你们与它建立真正连接时,什么也不会否认你们的力量。 当你们第一次接触到你们内心的自我时,它的力量会让你们感到害怕,给自己恩典。 在满足你们内心的坚毅时,你们不会急于做任何事情,它仅仅是一个融入自我的过程。 在这一点上,你们与大自然的原始力量融为一体,它将生命注入你们的物质形态,驱使你们的灵性进入新的存在冒险。 当你们在无数时间的连续体中,在威力觉知中保持平衡,感受你们内在无限的永恒存在, 你们的形态的力量几乎无法对抗思想的力量,而思想的力量是由你们神性的包罗万象的内在所带来的。 停留在这种意识中,退却意味着你们现在能取得的最大进步,摆脱了恐惧,忘记了时间的束缚。 你们可以自由地进入你们内在这股上升力量的心,在其中认同你们自己,并将你们的思想与新的存在结合起来。 无暇地,真正的你们将出现,用掌握的东西来平衡你们自己,因为这无异于你们自己的复活,你们就要向自己证明你们到底是谁了。 更确切地说,你们要走出镜子,成为神造的形象了,你们的自我已经萌芽,从宇宙生命流的血液中收集了密码和锚点, 你们的化身已经用这些密码和锚点重新塑造了自己。 在对风诗加了限制之后,你们现在面临着剩下的唯一边界,转变的边界。 作为一个边界,除了你们借给他的心理创造的东西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准备好让你们头脑中的所有光照浮现出来,就像他一样,上升到你们扬升意识回路中,让你们出现的舞台神圣化。 母亲现在有了你们,一个宇宙的环绕,滋养和释放的完美平衡进入生命的自由圈。 当你们允许你们的内在自我让你们知道他在那里时,你们在你们的意识中感觉到的无形之光,将成为一层魔,象征着从你们发现你们自己内在到你们从内在显现的转变点。 在那一点上,一切都将浓缩成终极自我认识的焦点,所有的承诺与你们同在,滋养住这个深藏于内心的自我。 从你们的骨子里知道,现在发生在你们身上和你们内在的一切都带有存在完美的标志。 在这个觉醒的时刻,你们一直在穿越圣地,在深处形成的东西将转向生命,你们的疗愈完成了。 你们将以一个新的形态出现,携带住作为你们思想的神圣心灵所承载的所有光。 本周的冥想 你们完全醒过来的时刻是你们一天中最强大的时刻,因为它们包含着种子,从中生长出未来的作物。 在那些清醒的时刻,你们能够改变任何东西,诞生任何东西,或创造任何东西。 生长开始于休眠状态,并将一个可能性的核心转化为一个郁郁葱葱的森林,其形式和过程无穷无尽。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啊,这就是创造自由和爱的魔法。 谢谢大家